大約六個小時前,我就出了一個調查,問大家黑戶要罷工,我們要怎樣呢? 就有幾個答案給大家選擇,大部份投票的人都表示醫管局應該立刻解僱他們,這是佔74% 總共投票數目到目前為止有5600多票,最終有74%是贊成立刻解僱 另外有11%說他們應該自動辭職,你罷工你要辭職 另外也有8%說他們罷工期間應該沒有薪水 另外有6%說醫管局在疫症過後應該解僱他們,這是秋後宣章 最後只有1%的人說政府應該向他們屈服 我的觀眾朋友大部份都比較強硬 我們看看很多人給手指公的留言,讚成 我都不說名字了,只是讀一讀他們的留言,得到很多人說支持 一個就說他們不是在這裏救人,他們在這裏搞破壞,應該永不入用 很多人同意這個說法 另外又說他們在工會記者中聲雷俱下要脅政府要全面封關 政治凌駕病人的福祉,不配再做白衣天使,政府絕對不可以屈服 天有武漢加上香港,一起走出勤局 寫於2020年2月2日,香港時間08.48 另一個就說很簡單,立刻仔,立刻炒魷魚,很簡單 另一位就說不錯,另外立刻號召剛退休或者提早退休 兩年之內的醫護人員,以合約part time的形式補償 退休兩年以上,體驗過關也可以,主要是考慮他們的體力 和減少他們的感染機會,也會安排他們去一般的病房工作 另一個就說,樓就是禍害,應該立刻開除滾蛋 另一個就說,心壞了,樓也沒有用,只會危合其他同事和病人 另一個就說,有幾個職業是不可以做逃兵的 就是警察、消防、醫護,遺者應該立刻解僱 另一個就說,滾霸,魔鬼、黑衣,無德、無良、無恥 不配做人,滾回地獄去 另一個就說,作為醫管局的職員,必須在指派的崗位當席 非因有病或上級批准而戰離職守,屬於抗工 醫管局多次說過,有個月的防護裝備給職員使用 並不依要醫護仍然是unprotected去抗疫 即是不會沒有保障去抗疫的 用罷工去妖要脅政府的政策,簡直是低劣人格的行為 另一個很簡單的就說,不可畏復不服 更簡單的四個字 另一個就說,一個沒有職業道德的人 可畏為百依天使,政府要決筆手軟才是正確 另一個就說,醫護無國界馬上推出緊急法 征召全世界醫護替補空缺,黃絲黑廚,來一場硬打硬 臨戰政府要豁出的大武衛精神,掃黃滅黑才能使香港回復安寧 其實大家都很生氣,一直以來政府不作為 下一個就說,立黑解僱,黑不容緩 還要永不錄用,他們不配做人,也沒有道德以他們為此 另一個就說,黑醫護趁你病,拿你命 白醫護,無畏懼,救人類,寫得很好 另一個就說,醫管局立黑解僱他們 這個比較粗口一點,不要讀了 下一個就說,沒有愛心,沒有責任感 就去講公義,自己職責不理,病人生命不管 只會政治鬥爭,沒有資格從事 第二,護理行業危害病人的生命安全 九個月來,香港市民認清了他們的真面目 拿專業威脅政府,絕不能夠退步 否則就要更加多的養步 醫護界不是以市民生命安危為天職 是一個專業達到政治目的的團隊 另外就說,平時他們就風平浪靜拿高人工 需要他們的時候,這一幫黑胡在關鍵時刻 就選擇罷工趁火打劫,趁人之危,拿人命 肯毒蛇揭心腸,政府應該立刻解僱他們 另外就說,長痛不如短痛,黑胡全部炒牛魚 好,等一次過清光魚血,新入職的醫護人員 就可以合約聲明,不可以罷工 不可以有政治立場 所有專業應該是這樣 好,後面一點就誤讀了 因為雖然有很多手指工 但是都說了多久 另外有朋友傳了一個消息 就說他們現在取消罷工 就算有良心,總是辦公,無論如何 這是一個好事 我們希望香港人可以團結一致 來克服這次的疫症 希望香港的疫症不要再上升 目前香港的疫症也不相信太多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開始一個好的暑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好嗎